公务员的饭碗到底好不好捧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退休金应该会献煞很多人 我们以一个科长为例 如果按照旧制七五制五十岁退休 年资满了二十五年 如果来计算 它就可以领到两千五百万的退休金 也就是说公务员如果太早退休 国家就要负担超过三十年的退休金 那再不改革的话 就怕退辅基金也可能要破产 对这种种的现象 考试院长关中就痛批 将会拖垮台湾 雨下的再大伞都要开花 这群参加国家特种考试的考生 照样不畏惧不畏什么 只要铁饭碗到手 老了根本不用怕 以一位久职等的科长 用旧制七五制退休制来计算 他们工作二十五年五十岁退休 到亡固最少两千五百万进账 全用国库人民血汗钱买单 公务员的福利太过优渥 没有人可以接受说 退休以后领的比资钱更多 退辅基金一定要改 那么改就是包含夜退 再加上我们的公务员的保险的年金 公务员领很大 考试院长关中也直言制度太糟糕 造成公务员爱退休想退休 考试院应该向大家道歉 更担心未来造成公务人员的退休潮 公务员太早退休国家最少要养他们超过三十年 不改革退辅基金就会破产 看在毫无保障的劳工眼里直批不公平 当然会很不合理啊 因为就觉得就是 不知道大家都考公务员就好了 如今考试院提出九龄制 公务员月退金可能将少领变成22年 可以省下近十年的退休凤 离院通过后最快105年实施 这让不到五年就要退休的公务人员 郑老师觉得真的很委屈 公教人员退休了以后是 领了这些退休金是在A国家的钱 好像我们是拿了不该拿的钱 公务员大土苦水考试院也决定 最快1月下旬就要提出年金改革方案 届时恐怕再上演府院的工房站 东西财经新闻李轩陈文堂台北报道